面对持续的疫情 台湾当局陆续向海外购买了 数以千万剂的三种品牌的疫苗 并且批准透过民间企业购买 但是一批刚刚抵达近60万剂的疫苗 有效期只到这个月的月底 万一打不完就只能够作废 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质疑 当局是否有官员独职 来看报道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去年10月 采购了一千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截至目前共到货712万剂 最新一批6号晚间抵胎只有59.4万剂 有效期到11月30号 由于疫苗到货后 还要检验封间一周时间 所以这批阿斯利康疫苗 真正可施打的有效期只剩两周 外界担心万一施打不顺 可能逾期报废 全世界都在抢疫苗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疫情指挥中心 会买到即将到期的疫苗呢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表示 目前国际疫苗采购仍然紧张 原本阿斯利康希望提供 更多月底到期的货品 台湾考虑到有效期问题 只接收了50多万剂 庄仁祥指出 台湾第14轮和第15轮疫苗接种 都在11月份 以过去每轮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都达70多万剂来估算 使用上来不及 在第14期的时候可以开始用 那我们可能就必须要 把这个疫苗提前使用 对于民进党当局购买即将过期的疫苗 国民党明代温玉霞质疑 既然民进党当局称 国际上疫苗紧张 为什么还会存有即将过期的疫苗 如今台湾并没有疫苗荒 没有接收即将过期产品的迫切需求 台湾官员居然还接收 是不是存在独职的问题 温玉霞指出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采购疫苗 以及催货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应该对民众说清楚 这是不可待的 它的热剧 超过程度 如果您给产生的注意力 如果您可以去调整 现在为您的目标